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瑞綠川光的頻道 我是綠川 我今天要示範的是 正點要怎麼畫 然後我的範例是圖倫 一般開始我都會畫一個圓圈 橢圓形 讓臉的感覺先出來 然後正點比較難畫是因為 你左右要對稱嘛 一般我都會先打個底稿 然後再來就是十字線 就把鼻子的位置弄出來 然後還有嘴巴的位置 那我會喜歡先從眼睛開始畫 眼睛是所有 呃 裡面的靈魂之窗 所以 畫的時候要蠻小心的 一開始我會先把底稿打出來 先把盧廓這些都抓出來 然後再去加強它 然後眉毛的部分 圖倫它的眉毛蠻濃厚的 而且是眉 就是三角形的眉毛 那你們可以參考我的筆觸去畫圖 比如說我是怎麼開始的這樣子 然後當你們有自己的習慣之後 然後當你們有自己的習慣之後 你們就可以用你們的方式去畫 這只是參考而已 然後正點的鼻子 然後它是有點就是 潮 有點下的感覺 所以它的鼻子的部分呢 會有點陰溝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把這陰溝的感覺處理出來 接下來是嘴巴的部分 它的嘴巴就是有點 拽拽的上仰這樣子 微笑上仰 圖倫的特色 它就是 有點狂妄自大傲慢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是臉型的部分 那這時候我就不需要這個參考先 因為這只是參考 到鼻子這裡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往下去寫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下巴 像少男漫畫的話 它就是比較講究真實的比例 它不像少女漫畫就是 一個尖尖的下去這樣子 然後再往上勾 然後像這種倒三角臉 畫起來就是比較瘦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是耳朵的部分 耳朵的部分呢 你看它是從鼻子 一般來說 正的臉的話 鼻子 會跟耳朵切齊 但是它是稍微往下的 所以它會 耳朵會稍微往上提 所以會在這裡 最快的學習方式就是邊看邊畫 邊看邊畫的話 你的學習 可以從別人插畫中得到自己的經驗 這也是蠻好的 從模仿開始 進步 通常都會蠻快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它的雙眼皮 它有濃厚深邃的雙眼皮 這是它圖倫的特色 然後呢 我簡單的描繪一下它 它的裝備 它的服飾 作曲 一開始線條抓不準沒關係 慢慢的 你一直在畫的過程中 你會開始發覺 你的線條會越抓越準 然後 比例也會越來越正確 然後頭髮的部分 但我習慣從中間開始 像它的話是這樣子 所以我習慣從下面開始把它往上去 然後頭髮會有一個線條 所以跟著它的線條去跑 然後圖倫它最近有出那個新的造型 我也蠻喜歡的 像是那冰雪造型 就比較看起來比較柔和一點 不會這麼的強烈感 它這個角色原始的樣子是還蠻強烈的 因為是畫草稿所以 我主要就是要把線條畫出來 然後在你上色的時候都會 比較方便 那一般草稿我不會畫這麼細緻 主要是因為示範的話 稍微細緻一點給大家看 大概是什麼感覺 好 頭髮的雛形就出來了 大概抓人中的感覺 從中間開始 然後去延伸它 這邊線條不太漂亮 這樣我就會 插掉它 再來一次 好 基本的草圖完成 再把草稿再精緻一點 加一些調子上去 讓它的輪廓深淺 都讓它出來 眼睛的部分 眼睛的線條會把上眼線畫的 比較出來 讓它看起來 眼睛更深邃 然後圖倫的眼睛它是橘色的 所以呢 瞳孔的部分 不需要畫得太深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眼睫毛 一般男士的眼睫毛就是畫的短短的就好了 不要太吵 因為它的畫風是比較寫實的 所以會畫眼睫毛 然後一般的漫畫 男生多半不會去畫眼睫毛的部分 然後再去加它 讓它眼睫毛看起來 更自然漂亮一點 好你看喔 左邊跟右邊的差異就出來了 左邊整個感覺 會更精緻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加強 大概就是這一 這個眼睛 眼睫毛 額 一般 真的眼睛它會跟眼睛有一點 就是 不會貼緊整個眼線 而是會稍微就是在外面一點 然後你看喔 一般這一邊會 就是 在眼睛外面這一邊會比較多一點 會比較多一點的眼睫毛 然後越向裡面的話就越少 不會整個都是 這個部分有點 我畫的時候稍微就是拉多了 多了一些 所以我要把它擦掉 看起來 它的眼睛 沒有滿版 所以呢 不是整個滿的 是有一點距離的 眼珠的部分 眉毛的部分不是直接塗滿 像一般有時候畫圖會這樣子 直接塗滿 但是呢 其實眉毛它是有一點技巧的 它技巧就是 有裡面 這樣子 它是這樣子的感覺 到這裡的時候 稍微再 從這邊 然後我習慣是 由內到外 它會稍微加強一下 一下它的邊緣 可能畫個 一點就好了 好 再加強 然後接下來就是 把它的 這些 深淺畫出來 我先抓出 它的這個陰影的部分 因為它畫得很細緻 其實它的鼻子的立體感 不是完全直的 而是 稍微有一點幅度 就像人的鼻子 不是完全正的 就是 不像機器人一樣 所以會有點幅度 而且左右 它並不是完全對稱的 然後各位可以 比如說 從 模仿圖文中 看它的 陰影 怎麼去上呢 臉部的光影 從哪裡來 這樣 立體感 就會更完整 好 鼻子 的部分 初步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眼睛 眼睛的部分 非常重要 比如說 我們的眼睛這邊 是凹下去的 所以陰影感 會比較重 臥蠶的部分 就像有臥蠶的桃花會比較 所以我們在畫插圖的時候 都會加入臥蠶的部分 讓漫畫角色更細膩 眼睛其實它裡面也是有點陰影的 眼睛其實它裡面也是有點陰影的 它不是完全白的 眼睛的部分會有一點 反光的效果 所以呢 像這個它不是整個實的 所以我 可以做一點把它擦掉 讓它的 讓它比較立體感 讓它有點反光的感覺 接下來換另外一邊 接下來換另外一邊 好 眼睛的部分初步都處理好了 鼻子的部分可以再看到 就是這邊 稍微 它是比較 有立體的 所以 可以多加幾個筆除下去 嘴唇的部分呢 我會先把 陰影弄出來 它上嘴唇是比較深的 而且形狀是很顯眼的那一種的 我會把輪廓先抓出來 它是屬於上嘴 比較薄的 而且形狀是很顯眼的那一種的 這邊比較三角形的 我記得嘴巴 這邊嘴角也是很重要的 一個角色的船繩跟嘴角也有關係 它嘴角是上揚 上揚的話 看起來比較有自信 下嘴唇 我習慣從旁邊的陰影先開始 好 然後 下嘴唇的部分處理差不多 然後再把 這個陰影做出來 然後呢 鼻子的部分 它的陰影還蠻 清楚的 然後呢 剛剛鼻子就立體了起來 好 接下來是處理輪廓的 然後臉的部分 這個地方 它是屬於就是 瘦光面 所以 這個部分會比較亮 然後接下來會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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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深一點 來我開個圖層 畫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 是三角 跟 這個地方 這邊是比較亮 然後再來就是陰暗的部分 慢慢處理下去 好 我關掉 然後下巴也是 下巴這個地方 它是凸出來的 所以這邊也是亮的 我再補一些上去 它的人中的陰影也有出現 稍微一點點 不要畫太多 我人中螺化 深一點就會變得有點奇怪 這邊線條不喜歡 再衝畫 然後 然後髮技的部分 這一邊 就是接縫處 會稍微有點陰影 在這時候可以上上去 然後這個額頭的部分 就是越來越亮 基本的部分 臉的部分陰影色調 已經把它弄出來了 所以它整個立體感都 浮出來了 接下來是耳朵的部分 就是比較深 加一點東西 讓它看起來凹下去 然後我們要讓臉更突出來 就是把陰影的部分 再加強 脖子 脖子的陰影 因為脖子沒有吃到光 所以它會呈現陰影的狀態 就是比較深的顏色 就把深的部分表現出來 它的立體感就出來了 臉部的立體感就出來了 臉部的立體感就出來了 所以它不是要把裝備畫得多細緻 什麼的 我只是稍微把它用線條 把陰影處理出來就好了 就是畫圖的話 筆觸很重要 就是你要有一個規則性 規則性可以讓整個觸感會比較好 質感會比較好 好 簡單的把它處理起來了 頭髮的部分呢 不是我的重點 所以我簡單的加強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頭髮的線條 這個要畫細的話 它其實很費工 就像它傳說對決的角色 它畫的細緻度都是非常高的 就像我們剛剛草稿如果畫得好 這時候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順著它的一些線條的方式去呈現 基本上表現出來的手法都會蠻漂亮的 好 順著它的方式去畫 就大家看一下它的陰影 感覺去表現 好 加強一下髮根的部分 好 加強一下髮根的部分 好 基本的髮...髮型的部分已經完成了 會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然後呢 現在已經差不多接近 就是草稿完成的部分 一般我都會再做最後的加強 比如說我會把線條再加深一點 再去... 再讓它凸顯一點 就是會大膽一點去... 把一些線條再加強 我會把線條再加強 到這邊它變得更晴乾 那我會把線條再加強 好 哇 太快了 再多一点不同方向的线条 让整个阴影的部分更加凸显 这个我就是让大家看最原始的笔触的感觉 因为我蛮喜欢作画有笔触的感觉 就是各种线条交错出来的层次感 我很喜欢 以上图轮的部分 脸的部分正脸的部分大概就完成了 这就是正脸的草稿 好 让各位看一下 放大一点看看笔触的感觉 这是有各种不同的线条去组成的 你看这种调性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嘴唇的部分 你看我会有这种直线 从这边都是从里面往外画 就是会让嘴的纹路跑出来 这样比较好看 然后最后再签个名 签在这里好了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可以将我的频道按订阅 感谢各位的观赏 拜拜 拜拜